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us 恭喜發財 利士兜來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心想時食 祝大家星期一年 又好的開始 熱情快點完 大家可以開心心健康 到處去玩 說回整體 之前有兩條影片 跟你們說了養龜前的五大考慮 以及怎樣過冬 如果未看的話 大家可以先去看 如果你們看了 就繼續看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呢 會跟大家說一下 龜的日常照顧方法 會簡單說一些基本的設備 要吃些什麼 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 等等 各方面 詳細一點說說 如果大家對龜有興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先來講 準備些什麼設備 先來講 要養水龜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買一間屋給它 你可以選擇用大的 手納膠箱 或者是玻璃鋼 這兩樣東西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呢 膠箱的話 好處便宜 輕 換水的時候 會方便一點 半入半入 倒水 這些東西 但不好處 通常都在它的透明度 比較低 但是 它看你又不是看得很清 你看它又不是看得很清 它又不可以看得很清 我自己就喜歡用玻璃鋼 玻璃鋼有什麼好處呢 透明 即是你住一間食用場的屋 以及你住一間有落地玻璃的屋 我想應該都會選擇 有落地玻璃的屋 玻璃鋼觀賞性高 但不好處就是 你很難搬掉它 因為很重 用玻璃鋼 可能你就要買一個自動吸水器會好一點 好了 你選好了買玻璃鋼 還是膠箱 你都有兩件事要注意的 第一 看我大小 之前的影片都有說過 最少是 龜的體積六倍 的空間 六倍以上 即是越大越好 那第二件事 那個箱要夠深 因為那些龜是 很喜歡爬出來 很喜歡屠玉的 如果你的箱很淺的話 它是很容易爬出來的 所以你選擇箱也好 選擇玻璃鋼也好 都要選擇深一點 即是它站在陸地上面 再 站直都不會爬出來的高度 這樣就對了 要不然就可能 你要有蓋子在上面 但是不要密封 因為都要休息 大佬 還有選擇直角的箱 或者玻璃鋼 因為如果是那些圓弧的角 的話 它們是會看得不舒服 可能會暈的 我最近見很多新手買龜的時候 這些店鋪都會建議 買了一個很小型的紙樣箱 那大那些我就覺得 有點廢 那些龜都很大 你都很快就用不到 那個小箱子 一開始都是買一個 大一點的 不用浪費錢去買那些小的 那麼大的箱子 有些人呢 會想買一些裝飾 聞到龜乾 比較漂亮的 養龜的話 就最好不要啦 石仔啊 細紗啊 會增加它們不吞的風險 吞了可能會失場 什麼都不用擺的 其實它們是不會覺得好玩的 而且你更容易卡住它們的 糞便 藏了一些污漬在裡面 清洗的時候會更加難清洗 那你選了一間漂亮的房子給它了 那裡面沒有理由空的 那有些什麼要在裡面呢 要有水和落地 最基本兩樣的 水方面呢 就適當的水深和乾淨的水 要因應龜的體積和水性 去給予適當的水深 一定要過倍 那如果龜苗的話 可能你不要一開始再給它太多水 過倍多一點 因為水有浮力的話 會更加容易幫助它們翻轉 最重要是它們如果反轉了 可不可以透過水的浮力 就反轉了 如果你太淺水 它又不會頂回自己 可能會浸在水裡浸死 如果太多水 可能它們又不太熟水性 可能會浸到 如果你不肯定的話 最好就先觀察一下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你可以慢慢加深一點水 讓它們游水 那如果整體龜 你可以再給它們 大概20-40cm的水 都可以 留意自己的龜的水性 再仔細調節 第二件事就是綠地 雖然說水龜是在水裡生活 但是它們是用肺來呼吸的 都要休息的 所以你一定要給它們綠地 讓它們可以自己選擇 游回上岸 休息 要買什麼給它們做綠地呢 石頭架石 浮陀浮石 很多種類的 只要是浮高 令它可以完全離開水面 那就可以了 綠地和水之間 最好有淺水距 讓它們可以輕鬆地上岸 希望它們很高 它們未必可以爬上岸 我自己就浮頭 壓低一些浸水 要不然它們直角地爬 它們很容易不反 或者是爬不上岸 那水質的方便呢 因為那些龜的排泄物都比較多 而且都幾容易污染水 你需要每一天都勤力一點換水 如果你說不行啊 真的很忙啊 至少我想你兩三天都要換 那或者你可以買吸力強些過濾器 例如外置的濾桶 水流就不要太強 水流太急 它們游的時候都會特別吃力 會很打腰它們休息 不過你仍然是需要換水 其實那些龜大了之後呢 它們的便便是真的那麼 那麼粗 都幾難過 鋁水是可以吸到這麼大條絲的 如果你看到它們 剛好撞了那條絲 你就好撈起它了 水症不好的話 是比較容易有皮膚病 膚皮啊 爛甲等情況 到時候 你又要帶它去看醫生 就另外有一筆錢了 換水的時候呢 擦一下一些乾底 乾邊啊 有浮腿 洗一下浮腿 用清水清潔就好了 你不要特地用洗潔清水 漂白水啊 這些化學物品去洗完水的時候 可能拿起它們 摸到它們的龜殼會滑散散 用牙刷輕力的幫它們刷走它 見有些人是會用牙膏刷 我不知道牙膏對它們會不會有影響 沒有這個必要 最重要是刷走滑散散 部分用清水就可以了 換水是會用什麼水呢 其實你用自內水已經可以了 不過因為自內水會有濃 對那些龜殼就可能不太好 所以你最好用水隔一天的才用 鮭光生青腿的時候 對那隻龜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對它們的健康有沒有什麼影響 美觀 還有你看不清楚它們 陽光的方便 砂糖可以幫它們提高體溫 增加它們的食慾 幫助它們消化 是外國 可以不殺死它們身體表面的細菌 可以幫它們吸收食物裡面的鈣質 可以強健的骨骼和殼 如果你家裡是可以曬到太陽 或者是有時間帶它們出去曬太陽 那你不用特地買設備 可以曬到太陽的意思是 不要隔了玻璃 因為如果隔了玻璃的話 會阻擋了九成以上的紫外線 如果平時沒有時間帶它們去曬太陽 那你要考慮買UVB燈 用燈的話 這個溫度大概控制在28-32度之間 你最重要是有溫度計 就可以知道燈射進去 綠地的溫度是多少 至於綠地和水溫的溫差 沒有超過綠度 因為溫差太大 這些骨很容易病 其實你曬燈八小時 才等於曬太陽三個字左右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當然是帶它們曬太陽最好 帶它們去曬太陽的話 有什麼要注意呢 不是曬太陽很久 曬太陽三四個字 都可以的 但是不要在曬太陽的時間 曬太陽 因為它們有機會會中暑的 最好的曬太陽時間 可能是早上11點前 或者是下午3-4點後 記得一定要準備好水 還有遮陰位給它們 因為它們不可以長期曬 因為都是會中暑的 它們可以自己排進去的遮陰位 曬太陽 曬到口渴 要補充水分 因為它們有自己可以去喝水 不要在太陽底下 沒有遮、沒有染油、沒有水 曬太陽曬幾個小時 曬太陽曬太陽 曬太陽曬太陽 第四點 胃食的方便 首先看一看 這些水龜一定要在水裡吃東西 如果它們在陸地吃東西 很容易接近 我們先說一下胃食的頻率 到底要多久或一次呢 就視乎你那隻龜是龜苗 有龜還是成體龜 龜苗或者有龜 它們需要多些營養成長 可能你每一餵它們一至兩次 如果是成體龜 兩三肉燒餵一次 甚至是一個星期只餵一次 要你每天餵 反而過肥 還有 因為其實龜的消化是比較慢的 你餵得這麼密 它們會消化不遲 容易有腸胃炎的 每一次餵多少呢 有很多說法 有些就說 你幾多分鐘 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以內 餵一堆糧給它們 然後看它們 吃到多少又吃多少 吃不到就罵起它們 這個方法 對我的龜來說 是完全沒有用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它們不吃東西的 你完全是覺得 沒有可能過這個量的話 它隻龜只這麼大隻 它吃又吃這麼多東西 那不合理 可能有些龜會吃飽 它們知道自己飽就不吃 但是 我想應該有一部份龜 是像我的龜一樣 是不吃飽的 有多少吃多少 所以我根據它們的 頭的體積去餵 因為有說是 頭的體積和胃的體積差不多 對它們的胃負擔就會好一點 所以真的不要餵太多 因為餵食時間 最好是日後的時間 溫度比較高 它們的消化會比較好 要餵什麼給它們吃呢 其實你買一些牌子 那些龜糧的營養已經足夠了 每隻龜糧的營養成份 都會不同 我自己買兩三種 因為如果龜還在成長期 其實它們需要多些蛋白質去成長 但是如果它們已經不會再大了的時候 蛋白質的需求會比較少 所以你自己買的時候 留意它那個瓶上面 那個說明 可能它是 哪一種size的龜 如果你第一次買的那些龜糧 我建議你不要一來就買很大瓶了 因為有些龜可能選擇飲雜食 可能有些糧它們不吃 所以你們可能一開始買小瓶一點 買回去看看它們吃不吃 其他副食 例如蝦缸 鈣條 蔬菜類 水果類 簡中餵一兩次 營養可以更加全面的補充 生肉 活魚活蝦 還有 那些蟲 不是很建議餵的 因為那些是很容易有幾生蟲的 那這條片就說了這麼多了 有什麼問題大家可以留意問 如果不喜歡這條片 你走之前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那就可以等它們可以 按讚 и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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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